你查一下 我们来看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都是有鸡汤 你看 这都是油泥鸡汤 这个保养不是很好 要最关键的是这里 看 这个滤网的话 我们要插出来清洗 这盖里面的那个滤网 已经毒死了 这个部分 千万不要漏了 因为这个滤网堵住之后会导致的上游不好 会导致的预想 我们拉近点镜头 看一下这个滤网 这种情况容易打致VUT能落伤 现在我们已经换上新的VUT能了 首先我们给它解锁 然后按原来的记号把它装回去 然后再把所有的突然走瓦盖先把它扭紧 我们找到定位箱把这个链顶给卡住 然后从这个位置给它装回去 把螺丝带上之后 我们把它扭紧 注意不能让电片等其他的东西掉到里面去 拧紧这样呢 我们把红色这个定位箱给拔掉就可以了 拔掉这个定位箱之后 这个粘引器会顶紧这个链条 装正式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装好之后 我们要先摇两圈 看来有没有顶到 万一装的时候跳纸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它进门顶住之后 你这样子不不先摇两圈打车的话 有可能就打坏发动机了 我们先摇两圈 这是非常兴顺